镜头转回台湾 我们再来看到核三厂今天凌晨发生火灾 台电只通知远在台北的园能会 没有第一时间通报所在地 屏东县政府 让县服器的出面开记者会 表示要依法就办 而核三厂跳机 虽然让全台的电力调度是比较紧张 但是台电评估还不至于影响供电安全 这个火警 核三厂它并没有主动的通知本府 也没有通知我们119 那我们之所以会知道这个火警 是因为27号的0点7分的时候 有警察局转报 所以有民众报案 核三厂发生火警 凌晨0点07分 屏东县消防局接获通报 核三厂传出火警 询问得知是2号机厂房外的 辅助变压机起火燃烧 经厂内消防队灌救 0点28分回报火势扑灭 但一直到0点39分 才传真通知屏东县政府 他们传真来的资料是这样子 第一时间它是通报核发处 第二时间是通报原人会 原人会也说他们有接受到这个通报 我们想请问你住在核三厂 是你原人会主委还是我们屏东县民 尽管核三厂共称没有辐射外泄之余 但2001年以来 核三厂已经发生过8次公安事件 第一时间没通报地方政府 台电方面表示会就通报机制具体延维改进 不过核三厂二号机停机 核二厂一号机也停机大修 核一厂一号机还没通过原能会许可运转 国内核能机组有一半无法供电 台湾民众已经饱受缺水之苦 难道接下来还要限电 台电表示核三厂二号机修复大约要两个星期 这段期间加加强各机组的运转安全 而屏东县政府则不排除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新行亚太电视李娟荣张明竹 屏东台北采访报道